春雨綿綿的週末 慈濟仁義團隊 一約來到新北市雙溪區 為老人家王振 九十多歲的盧阿嬤開朗劍壇 每次志工來都聊個不停 這天有小志工的耳邊細語 喜悅之情 抑鬱眼表 祝你母親家路過了 彬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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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彬 好好跳舞 我們去陪他們 讓他們可以比較安心一點 在這個世界上 可以留下更多的回憶 年輕人的關懷 為仁醫這趟網整形 注入很多活力 就讀慈濟科大後中醫系的張力 把握難得實習的機會 為日後的行醫路累積更多經驗 我覺得阿嬤其實最需要的 其實反而是 就是更多的人的關懷這樣子 那我覺得阿嬤其實 除了身體健康以外 她在心情 心理上的照顧 那我相信慈濟的師兄師姐 都幫了很大的忙 除了年輕人 還有慈少班的家長 在幫忙阿嬤剪指甲的過程中 屁股深刻 在幫阿嬤剪指甲的時候 就很像在幫我自己的阿嬤一樣 因為我阿嬤也91歲 對 然後過程中 阿嬤也介紹了她的那個戒指 對啊 所以阿嬤應該也是很漂亮 然後幫她剪完問她 她說滿不滿意 阿嬤就說滿意 我自己在學校工作 那我也希望說 我今天參與的這些活動 我會回去分享給我身邊的人 讓他們知道說其實 平時還是有一些需要關懷的老人 那在平時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去多關心一些 需要關心的人 回饋這個社會這樣 仁義偏向服務 橫持出發心 讓愛成為品併長輩的最佳人藥 也是最強依靠 帶來新聞 珍珊美志工 台北報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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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